现在正值报税季节 这个2013年的税要怎么报 才能够更完善 尤其是呢 今年的税法上 有什么样的修改 以及新的税法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很开心请到了 林青吉会计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解答一些问题 那像我刚刚说的 非常欢迎您 这百忙之中抽空来 尤其是现在正好是 这个报税的季节 那今年呢 有哪些这个税款 税法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尤其对于我们很多 移民的家庭来说 当然我想时下 大家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所谓的肥咖条款 那什么叫肥咖条款 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 对... 专门在抓有钱的人 这些叫肥咖条款 那我想有肥咖条款 就有FBAR 那这个来源就是说 在过去我们知道 只要国税认定 你在海外 你有存款跟股票 超过1万块美金以上 他就叫你要去报 所谓的FBAR FBAR的表格就是 TDF90-22.1 这个表格下来6月30号要报 如果你6月30号不报的时候 将来罚款就很高 比如说你网报一个 至少就1万块 可是美国国税计 除了FBAR之外 他为了要抓这些有钱人 我们所谓的一般的 海外的隐藏的资金 他现在有另外一招了 他除了叫你自动申报 他现在是希望 所有的海外的金融机构 只要你在美国这边有BAR 你有做生意 他希望你要帮他认定 你在海外的银行里面都有 美国公民 美国绿卡的人 他希望把这些名单 送给美国国税局 但是有些海外的银行 可能目前还没有签署 他想不签的时候 很简单 美国国税局说 你不签 那我就将你把 美国境内所赚到的银行的钱 扣你30% 这30%就很高 所以逼得大家不得不签 可是有些签的人 万一万一 他说我签了 可是我就不知行的条文 我们不把这些绿卡公民的资料 送给你 一样 美国国税局都没关系 当我查到的时候 我还是一样扣你30% 而且甚至我不让你在美国做生意 所以因为这个关系 我们的FBAR跟FAST 最近都热门 那肥价条款要报什么呢 就是在海外你有银行的存款 或是股票 这股票不限制说上市的 家族企业都一样 都说有些的保险 只要你超过 不集合报十万块 如果单身五万呢 你一定要报一个叫8938 这个8938的表格 什么时候报呢 是跟着你的个人税1040 在一起申报 报税时期是4月15号 可是有很多人说 那我万一来不及报怎么办 可不可以延期呢 可以的 美国国税说 那4月15号就填个4868 延到什么时候 延到10月15号 所以在这边要各位 六个月的时间 是的 要各位跟协调一下说 第一个 我们说FBAR 你的时间是6月30号 而且不能延期 一定不能延期 所以海外账户是不可以延期的 是的 但是这个肥咖条款 它是给你6个月的时间 是 所谓肥咖条款 大概就是钱比较多了 对 钱比较多的人 慢慢去整理 整理出来的话 如果你发现你真的是属于 这个肥咖条款的一员 是适用于你的话 那你还有一点点时间 可以做斟酌是不是 那个不会是属于我的 我们是穷人 属于的都是一般有移民来这边 我们想中国大陆的 台湾 香港 印尼 很多人很有钱的 他们来了美国之后 他忘掉他不知道说 美国是 就是美国的报税是 全球所得的报 所以不是属地的 是属人 对的 属人就是你只要这个人 全世界所得都要包括在这里面 那属地主义呢 有很多国家是属地 就是说你在当地的国家 的所得才报 就是说在美国境内你才报 在国外不用报 很抱歉 当你进来美国 你享受美国这么阳光 加州的阳光 福利位那么好 房子都很好 享受了你权利就要尽义务 所以一定要报税 这一点要跟各位观众特别提醒 这今年的报税 FBAR跟FATCA 听起来是非常的严格 尤其是你刚刚说 在今年 尤其是今年之后 它在跟各国国外的银行 都有这个配合的措施 所以民众不可以有这种 侥幸的心态了 对不对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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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是在6月30号 其实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只要你的银行来美国做生意 它限定是6月30号 但是台湾现在是延到12月30号 因为有些细节要做 比如说有个资法 不能够随便把客户的资料 泄露出去 对不对 所以台湾的立法院 目前还在进行所谓的立法 怎么修正 让保护所有的 所谓的一般的存款付 不要不至于说 所有的资料都泄露给美国国税局 所以这个部分还在协调中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至于到底我们是要用第一方案 都第二方案 所谓第一第二方案就是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的意思是 将来一旦签了这个条约以后 台湾的银行 它自动要把所谓的绿卡 公民的账户 都要转报给美国国税局 所以我们所有的观众都说 是从台湾来的 其实你要注意 特别注意18台以后 我想陆陆续续都有这些资料 所以一定要小心 否则到年底之前 如果你的钱 没有赶快整理一下 最后会偷积不早18名 对 因为可能这个罚款 应该是蛮严苛的 因为这个山姆大叔不是开玩笑的 当然当然 他已经定下这个规矩 那希望大家不要存有这个侥幸的心态 该报的税一定要被 如果说一定要报 如果说你是肥咖的话 那很抱歉 今天也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了 非常谢谢这个林会计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告诉我们这么多非常重要的消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